台中一名18岁的高中夜校生 8号晚间下课之后要开车回家 疑似回转的时候轮胎打滑 一时紧张误采油门 结果整辆车270度大回转 撞进了超商 而另外惊险画面还在苗栗市 一名菜姓男子早起运动行进路口 结果被民女子左转给撞上 造成男子全身多处擦错伤送衣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超商前提这场一辆小客车 打了左转灯准备离开 没想到才一个回转车子 竟然失控高速撞击超商 这场景宛如电影情节 强大撞击力道 撞断门口支柱落地窗破裂 喷剑四散 天花板青钢架掉落 货架商品也被撞烂散落一地 起步一音转弯时轮胎打滑 加上自身一时紧张 所致五酒精反应 发生在8号晚间10点多 台中太平光德路上的一间连锁超商前 18岁连性女子是高中夜校生有驾照 上完课要回家 结果发生爆冲撞超商 还好当时店内没有其他客人 包括店员也都没人受伤 但超商被他撞得一团乱难逃 赔偿责任 另外镜头转到苗栗市 白色叫车行进路口急速左转弯 下一秒直接撞上路过行人 行人当场被撞飞 重摔倒地 就这货爆火速将受伤的行人紧急送医 事发就在7号清晨5点多 60岁蔡新男子早起运动 行进苗栗市自制陆于北安街口 好好走在斑马线上 静走阳性女驾驶转弯撞上 这一状全身多处擦坐伤 新酒精检测未有饮酒情形 女驾驶工程没有看到行人 疑似是视线被A柱挡住酿货 但跨越双黄线行进路口 就没减速力量行人 这下除了被开罚最重5千4 还得负担行人医药费 接着台湾苗栗 综合不倒